首先多謝梁國議員 我們今天澳門公民社團過來 這裡立法會華大樓十樓 是20197得到梁國議員的協助 召開一個記者會 我們就是澳門公民社會 和民旨起動 和民族公居民固然聯盟 我們召開記者會的目的就是 批評香港警方過大濫用警潔 澳門警方過大濫用警潔 例如6月30日 前澳門倒塵大約行動 警方濫用警潔又打人 打到這些遊行示威者 傷了 入營入廠 還有澳門國人社會 在5月15日以澳門基金會資助不公平 有五百多個公公婆站出來 我們是合法集會 澳門國人社會 我的名法也是 當時在2點半 也是35分才沒有解散 但警方就將集會重重包壞 誰都不能走 誰能走就是襲警 所以強力抗議澳門警方濫陽警潔 例如我工人社會中文法在關閘集會 集會就是抗議保護黨工研會 拿政府資助出賣機層 警方到此阻礙我們不給我們集會 我們也用澳門通知民政總使合法集會 同時通知警方警察局長也親自簽名給我們合法集會 但警方也是濫陽警潔地阻止我們集會 我們為警方勾結前統社田 例如工聯會 階豐會 還有虎聯會 他們每次都要拉人 所以今天來這個社會的強力抗議警方 澳門警方濫陽警權 希望局製營權組織 關止澳門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第二個我交給你 先生 講一講 只要是630那個島塵遊行 澳門街民間搞一個要求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下頭的遊行 當警方出動好大批警員把我們遊行包圍 我們去到這個關底附近 就已經被警員全部封鎖 當我們是很和平地走去前面的時候 警方說我們衝擊防線就抓了我們6個遊行的人士 即是今天要和張榮發書先生來到香港 就澳門的警方一直以來 打壓我們遊行示威 公民權利的濫用警權行為 來這裡做一個控訴 你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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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機會睡覺 沒有 他沒有 剛剛就 我就有觀察見到目擊的情況 有些人不可能我申請到的地方 他就說要移出一些 說那裡有關流入口 最好笑就是 因為我們拍了那個錄影帶 就說放上網 然後他就說又可以了 又說沒事了 即是可以說新的不懂 上級的說現在可以放上網 又可以放上網 誰知道第二天他又來 幾次就這樣 反復服 可能他起線怕惡 他就在倒塵大遊行 那次是這樣 因為警方拍了一些帶 就說那些群眾衝過防線 但實際上 我們那些遊行人士就沒有去拍攝 相反沒有拍攝那些警方 怎樣去租責我們 是吧 變成他就在新聞會上 他就說黃飛鴻出山 說那些人走去無影腳 這樣衝擊 但就看不到 好像有一個澳門論壇那裡 有個講者說 那些黃飛鴻就出了 那些奸人見 那些都拍不到 好像被他拍光 好像刪除了 他一定要刪除 就說我們沒有 那些遊行人士 其實都要總結一下經驗 就說突然找多幾個人 就拍照警方 即時上網 等他有他幹 沒有用來幹 補充了這個 我再補充一點 因為警方都是幫工聯會 就好像工聯會出賣基層 例如我們澳門最低工資 香港 5月1號實能最低工資 每小時30元 澳門什麼都吃東西 貴過香港 租金就貴過香港 要求30元以上 工聯會代表工人去調 最低工資問題 他說25元是最好的 工聯會是出賣基層 就是出賣基層 第二個問題 工聯會向政府 只要拿資助 工會變公司 原本是工人電台 現在變賞市公司 工聯會開醫療所 開學校 開產所 開停車程碼錶收費 還有開疫站 開老人院 還有總之 餐廳 餐廳 貴過人 食飯都貴過人 外面賣20元的飯 他們賣30多元 工聯會現在變成公司 所以我們就在軍閘槍 保皇黨工聯會 警方就相對我們 但是工聯會集會 他也不會騷擾 我們在集會 他就指定我們 你收不收回 否則我和你清場 所以我們強力譴責警方 懷疑是勾結傳統社田 叫做工聯會 所以我們非常對警方不滿 我希望再三再講一次 希望國際社會關治 澳門那個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那我就講幾句 因為我覺得 有些巧合 我們香港七一回歸日之前 你們在澳門那裏搞一個遊行 甚至其實都不是一個遊行 有一個集會之後自發去到朱教山那裏表達意見 就被警方攔助了 包括邱國平副教授 他是不是澳門大學 他是香港人 我也要去聯絡一下他才行 我覺得其實是跟香港有相類似 因為在今年的1月1日 我都是被警察圍困的 這當然是變成一個國際的大笑話 在YouTube都看到的 幾百個警察圍著我 在馬路中心 接著就拘捕了我 接著現在又沒有證據去告我 我覺得香港都有一個山的 就是我們香港的特首兩陣營住的地方 就是在花園下里北島那裏 我們上那個山都是上不到的 我們都是幾百人要上去 抗議都是上不到的 都是被警察拘捕 然後就拘捕 我覺得其實兩件事 就是香港和澳門是極之相似的 第一就是有關市民 無論是用一個集遊行或者集會的方式 去到一個地方去抗議的時候 警方是可以無理阻攔的 阻攔如果有這個所謂要纏的時候 當然很多市民 無論是香港或者澳門都會被拘捕 或者用暴力對待 這個是非常之相似的 第二個就是所謂執法不公正的問題 其實我等一下隔兩個小時左右 都要去香港的警察中部那裏去抗議 其實香港的警察都是跟澳門警察一樣 對於我們香港的所謂外國的力量 還有關青聯都是一樣的 一個就是針對法輪功的團體 一個就是針對泛民主派的團體 如果他們使用暴力就看不到 我們跟警方爭執 或者是我們跟他擾纏 我們就會被警方拘捕 我覺得其實是極之相似的 當然澳門是更加差的 因為澳門受中聯辦的指揮更加厲害 澳門的中聯辦對澳門的事務控制能力是強過香港的 澳門的傳媒也因為非常少 也很容易受控制 你看澳門只能過電視台就知道 電視台是官台 我少看的 現在已經是用普通話了 現在已經是用普通話來報告新聞 反而用字幕點出來一點 我覺得很奇怪 澳門受到了中聯辦大陸政府的操控 特別嚴重 我一點都不奇怪 對於今天沒有記者來採訪 我們都不出奇 因為香港的傳媒一直都對澳門的事 不是很關心的 譬如他在蘋果 他都沒有一頁半頁 或者四分一半是說澳門的事 所以這個是無可奈何 不過我都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邱國平副教授 他都會被警察打 很明顯他是一個讀書人 他為了社會的公義去伸張 很明顯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在香港有一個副教授被人打 就很大件事了 在澳門才覺得他沒事 這個就是邱國平副教授 他是香港人來的 他在香港 現在是澳門教授 我看看有沒有機會聯絡到他 有 我也會怎樣 我也要聯絡一下他 這個沒有傳媒採訪的新聞 記者招待會 我以前都試過 不過我覺得非常之可悲的 香港的傳媒 竟然對這件事是覺得無可無不可的 那麼一旦下我們就會去香港的政策 政府有空 如果你們很有空 我們就去看一看 我肯定看一看 你都看一看在傳媒 拿出來的 好的 好的 好 舉行了一個和平的集會之後 受到警方的滋擾 然後仍然堅持去到 主教山是抗議 用暴行的方法 都是受到這個壓制 你是其中一個 我不是 他是 他是李建韻 好 差不多了 他吃飯了